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来 马上就要过年了 在咱们共庆新春佳节之际 有这样一群特殊的人 他们没有放假 从城市来到农村 春节期间仍然坚守在帮扶对象的家里 在新疆和田市洛普县 喀鲁爱日克村 村民们和几位特殊的亲戚 将会如何度过一个不一样的春节呢 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我来到了新疆和田地区 洛普县的喀鲁爱日克村 来看看这里的人是怎样过节的 那一位 请不吝点赞 明镜与点赞 摇散 黄格 茬泥慢慢地ande 上了 这位红蟒 何来红鲜 aci henry ч 远鱼 eyes mac 估论 这位正在讲话的人 是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党委政策研究室的 金长胡副主任 自2017年开始担任 卡鲁埃日克村的第一书籍 马上就是第三个年头了 他告诉记者 村里面过年都是在家里 工作队员想一起组织一次 有意义的过年活动 我们的群众 对于今年的春节 有很多期盼 他们从他们的脸上 就可以看到消融增加了 他们的口袋钱多了起来 他们到村委会办事的愿望也多了 金长胡还告诉记者 他们这个驻村工作队 一共有七人 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党委政策研究室 在村里工作已经持续三年了 在活动结束之后 驻村工作队马上回村委会 研讨今天的工作安排 从现在开始 进入到正式的国际期间 主要是要安排 迎接春节的一些工作 今天 驻村干部们要先带着礼品 去看望村里的群众 帮助村民们贴春帘挂灯笼 驻村队员告诉记者 三年来 他们跟村民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村民们都把驻村队员 当自家亲戚相待 村民们经常邀请这些亲戚 到家里吃饭 今天队员们就要去看望 村里的老党员 顺便在他们家里吃饭了 吃饭的时候 老党员让自己的孩子们 背起了鼓诗 唱起了歌 吃过中午饭 驻村工作队又来到了一位村民家中 这位老奶奶已经81岁了 是村里的贫困户 身体不是很好 了解到情况之后 驻村工作队员们 每周都会带一些食品和生活用品 走访探望老人 村干部也是经常 经常经常过来了解我的情况 这方面我非常感谢歌 你不用谢 他是打一个桌子 刚叫我劝你的那个事 你还是要认真考虑一下 原来按照老人的情况 他本该住进养老院 但是老奶奶因为放心不下外孙 就留在了家中 驻村工作队一直放心不下 老奶奶的身体 经常劝说他住进养老院 在那里享受更好的照顾 就在工作队员帮助老奶奶 打扫完院子准备离开的时候 他从屋里追了出来 把家里的鸡蛋分给了队员们 记者从这小小的鸡蛋里 看到了驻村工作队 与村民之间深厚的感情 今天正好赶上了新疆特色的 集市大巴扎 在村里串完亲体之后 驻村工作队准备和村民们 一起去大巴扎采购棉货 采购年货结束之后 队员们又回到了村子里 在傍晚的时候 记者遇到了驻村工作队中的 女同志吴小经 他告诉记者 刚才有一位村民给他打电话 叫他过去 我们决定和他一起去看一看 你们好 你好 你好 回来了吗 儿子和女儿都回来了吗 来 奴儿鼓励是吴小经对点帮扶的农户 他们已经认识三年了 刚刚给他打电话 是因为想趁着孩子在家 叫上驻村工作队员 一起吃个饭 好呀好呀 谢谢你 每次你该过年了 都这样想着我们 你过年的时候 我来给你拜年 我们过春节的时候 我们也一起过 所以已经三年了 特别辛苦 这方面付出了很多 所以非常感谢你 辛苦了 经过我们这两年的工作 你的收入也增加了 我们也特别开心 吴游京告诉记者 这里的每一个村民都非常的热情 刚刚也有其他人要叫他到家里吃饭 因为还要赶去下一户走亲戚 我们不再打扰他 和身旁的阿卜杜聊了起来 现在是春节来临 之前就是中华民族共同的节日 我现在心情非常愉快 因为这是第一次 我跟这个群众一块过春节 阿卜杜告诉记者 自己从乡里来到卡鲁爱日客村 住村工作 认识很多新的朋友 帮助很多贫困家庭脱贫 非常开心 作为一个维吾尔族小伙子 在夏城道祝孙 在这边跟我们少数民族维吾尔族 还有我们韩族同事们一块 过春节我非常高兴 我们找到了 正在组织村民学习的副队长 宋曾科 他高兴记者 由于一直在住村工作 长期见不到亲人 所以特别想女儿 平常工作都会到很晚 怕打扰女儿休息 但是今天一定要给女儿打一个电话 喂 夏天 你好 想爸爸没有 想我吃饺子没有 那吃的什么呀 吃的什么呀 我还没吃晚饭呢 还没吃晚饭 这么晚 没吃晚饭 爸爸春节可能回不去了 你跟妈妈好好在家过年好不好 宋曾科告诉记者 正是女儿的乖巧董事 让宋曾科非常安心 这里每个工作队员的家属都非常支持他们的工作 这也让他们可以专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 记者在卡鲁艾日克村感觉到 住村工作虽然忙碌辛苦 但也充实有意义 对于住村工作队来说 为乡亲们谋福利送温暖 扶贫帮困排忧解难 是他们的职责 看到洋溢在亲人们脸上的灿烂笑容 就是对住村工作队最大的肯定 他们有着自己心中的坚守 深耕于这片土地 坚守住村一线 一桩桩一件件的好事实事 让住村工作队真正住进了村民的心坎里 在这个工作过程中 我们深深地体会到 你把群众放在手上 群众就会把你记在心里 我们要深深地感到实践出政治 我们长期工作在基层和群众在一起 我们感觉到群众需要什么 我们应该做什么 我们应该怎么做 自然而然的群众观点 群众观念就在我们心中形成了 春节就要到了 住村扶贫干部没有回家过年 他们和贫困互在一起 扶贫就是他们的工作和生活 贫困互就是他们的亲人 脱贫的喜悦胜过过年的快乐 迎接小康告别贫困 在这场坚信的决战中 大家互相鼓励 互相帮助 距离 身份等等 都不能妨碍我们互相关爱 中国是一个大家庭 我们是血脉和命运 永远连在一起的兄弟姐妹 脱贫是决定我们这个大家庭 命运的关键之战 闯过这一关 中国社会的发展将会更加平衡 我们每一个人将具备 更好的全面发展的条件 改革开放四十年致敬三农人物 由中国农业银行冠名播出 如何打败植物病毒 一起来认识防治作物癌症的 植物医生周雪平 更多内容稍后播出 改革开放四十年致敬三农人物 由中国农业银行冠名播出 经历过严寒和酷暑 生长出挺拔的伎俩 吸取了天地的精华 追求着丰硕的理想 汇聚其坚毅的力量 绽放出大地的荣光 致敬改革开放四十年 影响和引领三农建成的 三农人物 致敬平凡中的伟大 改革开放四十年致敬三农人物 由中国农业银行冠名播出 您知道吗 植物也会有病毒 并且危害不容小觑 据统计全世界的农作物 每年因为病毒侵害 造成的经济损失 多达一千多亿美元 作物病毒病因此也就有了 作物癌症的称呼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 这位主人公周雪平 就是一位防治作物致癌的 植物医生 玉米 小麦 蔬菜上都有大量的双生病毒 所以就是为什么这类病毒引起全世界的重视 主要是它三大特点 就是危害重 传播快 分布广 目前全世界已知的植物病毒 约有一千两百多种 其中双生病毒约占植物病毒总数的三分之一 1996年周雪平开始带领科研团队 系统调查双生病毒 在我国的发生与分布情况 发现我国双生病毒数量 据国际首位 我们从1990年开始 对来自于我们国家 27个省市的不同桌上的病毒样本 进行了鉴定 我们总共发现了41种双生病毒 我们发现了新种种类 占到了国际上的13.5% 如何切断病毒出侵染源 控制苗期侵染 成为周雪平研发双生病毒 综合防控技术的核心问题 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水道条纹病毒 在10年以前发生非常重 可以说有的天快就颗粒无收 通过近5年的努力 这个病毒病发生明显下降 那么如果是现在到田间去找的话 甚至连病毒样本都非常干扫 为了实现中国在植物病毒检测试剂盒 和快速检测技术领域的突破 周雪平和团队埋头研制 终于将植物介体代毒检测周期 缩短至三小时 灵敏度达到1比1600 准确率提升为99% 经过周雪平团队的不懈努力 2004年 我国检测水道和戒体中 病毒的免疫学快速检测试剂盒 终于诞生 改变了我国水道植物病毒检测 长期依赖国外进口的局面 原来的话 我们比如说植物病毒的检测 原来我们中国几乎没有 我们自己的检测产品 我们主要进口国外 国外的一个是它的 就是价格非常昂贵 而且很多我们中国的病毒 国外的公司它还没有检测的产品 即使有些有产品 它检测的稳定性不好 就有的时候检测效果很差 如今我国水道 小麦 玉米 蔬菜等 40多种重要作物 都有了自己专属的检测产品 病毒快速检测技术的广泛应用 为我国健康种苗生产 病毒病预测预报 提供了高效且成本低廉的技术保障 通过就是病毒病的早期 诊断监测疫情 然后及时进行防空的话 可以减少病毒病的大规模的流行 这样就是我们保证的产量 同时因为我们的早期诊断 可以制造科学用药 所以农民有的时候 只要关键时候打一次药 就可以整个病毒病的发生 可能控制着非常低的水平 22年如一日 周雪平这位植物医生 立足岗位 孜孜以求 带领团队始终奋战在农业质保的最前沿 用严谨的科学实践 为我国农作物安全绿色生产 保驾护航 春节临近 山东青岛沿海一带的渔民 抓住截前这段晴天的大好时机 忙着将捕获的海鱼切割 晾晒 加工成鱼干 供应节日市场 这种鱼干通常是不加盐 经自然风干 不放弃它调味料的 被当地人称为甜晒鱼 晒鱼迎新年 是多年来当地特有的 冬日靓丽的鱼家风景 在山东省青岛市 劳山区王阁庄港东鱼码头 放眼望去 海上停着众多的渔船 码头上是连片的甜晒鱼 大鱼 小鱼各色品类 都可以通过处理和晾晒 做成好吃的甜晒鱼 花鱼 大面部 小面部 山头鱼 鱼的鱼 鱼鱼鱼 老板鱼 冬冬十几种 渔民们告诉记者 今年各种鱼类捕获量 比往年高 品种也比往年要多一些 它们是用新鲜打捞上来的海鱼 直接加工做甜晒鱼 海边的风 海里的鱼 和这里祖辈传下来的手艺 成就了远近闻名的甜晒鱼 这个晒鱼又六百日那里吃了 以前这个鱼鱼没有弄壳 没有病 所以它就扣 冬冰鱼大汉里它们没法放 没扣钱 把它裸裸 就是量干它 所以还能和吞它 岁月变迁 码头的渔民换了一茬又一茬 但是晒鱼的手艺一直没变 一条鱼从哪里下刀 要怎么处理 全都遵循古法记忆 将处理好的鱼整齐地放在晒鱼架上 鱼肉朝上 几天后就能吃 说起吃 这里面可以说的就多了 甜晒鱼吃法多样 常规的蒸煮都可以 附近农家乐的师傅告诉我们 虽然晒鱼的记忆失从老师傅 但是做鱼的记忆 是可以发展创新的 目前港东鱼码头所在的 港东社区110多户渔民里 加工甜晒鱼的有100多户 每天各种鱼的销量有1000多斤 将一直到正月以后 这里每天都有甜晒鱼加工出售 供应春节市场 对于土生土长的海边人来说 这是这一代人们生活习俗的传承 也是春节的必备年货 同时也是记忆里家的味道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这样 想了解更多的节目信息 查询往期的节目内容 请观众的官方网站农事网 农事网的官方微博微信 还有移动客户端 当然你也通过央视网查询浏览 提供新闻线索 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 请关注聚焦散动栏目的 官方微博微信 我们会认真阅读 您的每一条留言 感谢收看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